第2214集 我就是喜欢酒 而且我族里的长老们也喜欢 可惜他们一般不出来 你们族人就在这座山里吗 对啊 不过我们平时不出来的 自从六百年前 天狐一族遭到你们修行之剿灭之后 我们就躲起来了 不问世事了 那一战是为了什么 严格来说我们是妖 但是我们比起你们人类呢 更懂得天道 更懂得大道法则 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去作恶 但是总有些人会给我们扣上恶名 这也算是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吧 那一战的时候我还想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听族里的老人说 是因为我们的胡丹 也只有这个原因了 不得不说 你们的胡丹 确实是挺优人的 那你为什么不动心 我是成年胡了 胡丹也成型了 如果你得到 对你可是有莫大的好处的 修行意图在于本心 靠那种方式提升自己的实力 我不屑 而且我也觉得 那样的人以后也不会有好下场 好吧 你跟其他人确实不一样 我好奇的是 你这一身功德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功德对于一名修行者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好多人 因为心腹气躁 所以忽略了功德的重要性 像你这样功德深厚的人 上天一定会眷顾你的 我是一名医生 多救人 功德自然就来了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 你也不是一名普通的医生吧 六位看着叶好轩跟前的丹炉 以及烧成淡蓝色的丹火 普通的医生 可不懂这些 当然不是 行了 你该回去了 我可不保证白天 会不会有人闯进来 你的身份 还是不要被人知道的好 骗人 你就是想赶我走 你的剑林 守了八方悬门 只要不是强大到极致的人来 绝对不会闯进来的 好吧 我是这个意思 叶好轩简直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丫头 当面戳穿别人真的好吗 我晚上还会来的 六位想了想 他站了起来 来淘酒喝吗 我可以多给你点酒 你不用这么冒险来了 不 我还是想看看 你到底想练什么胆 你炉子里的东西 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当然不是一般的东西 龙颜之心 我想练活它 腰龙一族的翅膀 六位有些 哑然地看着叶好轩 这可是个好东西 你是从哪来的 腰龙一族 可是会 誓死都会 保护龙颜之心的 因为这就等同于 他们的生命 甚至比他们的生命 还要重要 他们若在 当然不会让我轻易地 取走这些东西 可是 他们已经不在了 他们的种族 比我们更惨 因为我们的长老 有大智慧 所以这才为我们 寻了一个栖身之地 他们不一样 他们几乎是 被赶尽杀绝的 六位沉默了片刻 是啊 几乎是赶尽杀绝 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腰龙一族 本身就是腰 而且他们更强大 生性更残忍 如果不除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将会是大患 所以他们才会 走到这一步 这么说 他们没有任何族人 存在了 我们天狐 和他们似乎是 有些交情的 可惜了 这就是天道吧 他们的生存方式 注定不被天道所容 是啊 当年天狐之族 也是劝过他们的 可惜他们不听 他们总以为 腰龙一族 拥有百万数众 就算是大能诛神 也不敢轻易招惹 可惜啊 正是因为他们的强大 才害了他们 他们跟你们没法比 如果他们稍微有点脑子 也不会落得 今天的下场 你炼化龙颜之心 到底是想干什么 六尾又是一阵沉默 帮着我一个朋友 他是个普通人 但是他现在面对的人 都十分强大 所以我得想办法 让他变得强大起来 哦 我明白了 可是你这种 炼制的方法 成功的几率 只有一半 我也知道 所以我一直没有 敢强行炼化 我一直在想办法 但有些东西我没有 所以现在我只能僵持着 你会成功的 给我点酒 你还要喝吗 叶好轩简直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丫头真能喝呀 他这也太贪悲了 虽然自己的养生酒挺多 但是也架不住 他这么个喝法 我要带回去 给我姑姑尝尝 他也喜欢喝酒 但是因为躲避风险 所以他很久没有喝酒了 我们酿的酒 没有你们人类酿的酒好喝 而且你的酒 似乎跟其他的酒还不一样 好吧 你还真有眼光 我这可是养生酒 很贵的 叶好轩右手一挥 一坛酒出现在六位的跟前 这是老酒 很珍贵的 平时你们酿的酒加入一滴 就可以得到一缸的好酒 味道功效不比我昨晚给你喝的差 真的吗 这么多 跟我们又好酒了 六位简直是有惊有喜 他连忙抱住了摊子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我得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叶好轩盯着丹炉 看着丹炉中的变化 小狐狐狸冷哼了一声 他抱起酒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觉得有些失败 因为他这么一个大美女 站在叶好轩的跟前 叶好轩居然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这让他有些挫败 叶好轩无奈地笑笑 这小狐狸可以说是仙子一样 但是他魅惑人的技能还没有学会 叶好轩觉得他有些声色 不过挺可爱的 继续地盯着丹炉看着 叶好轩明显地感觉到了 龙颜之心的变化 他似乎是捕捉住了一点东西 但是他却又不明白这其中的奥义 就这样 又是一天过去了 叶好轩像是入定了一般 盯着那东西看了整整一天 期间丹火也没有断过 但是除了刚开始的那一丝变化之外 叶好轩再也没有感应到 龙颜之心有其他的任何一点变化 难道是哪里出错了 叶好轩喃喃地说 但是他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是急不来的 因为龙颜之心毕竟是 妖龙一族的宝物 所以对炼化 也是挺正常的 这其中的奥秘实在是太多 所以他只能一点一点地 揭开这其中的奥秘 不知不觉 月入中天 叶好轩猛然惊醒 他抬头看时只见一轮圆月挂在天空中 而他这才感觉到背后有一股凉意 回头一看 只见小狐狸正站在他的背后 你来了多久了 叶好轩吃了一惊 这小狐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看他的样子似乎是站在这里很久了 但是叶好轩却一点也没有发觉 这倒不是叶好轩太入神了 而是这小狐狸能很好地隐藏自己身上的气息 就算是以叶好轩的修为 也感觉不出来 天刚刚黑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儿了 小狐狸气呼呼地看着叶好轩 我这么一个大美女站在这儿 你居然都发现不良 你是不是同志 你在哪儿学的同志这个词啊 叶好轩简直哭笑不得 他无语地说 我只是想东西太入神了 而且你身上的气息隐藏得也挺好 所以我只是一时半会儿没有发现而已 借口吧 六位拔了叶好轩也 然后他坐到了叶好轩的身边 好奇地盯着这个单路 里面的龙爷之心还没有连话吗 没有 这玩意很奇特 本来我已经悟出了其中的奥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打不开它 腰龙异族的质把 如果轻易地让你攻破了 腰龙异族的无数王魂 在九泉之下恐怕也不会安心 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 出在哪儿了 叶好轩问 不过随即他苦笑道 我都误不出来 更何况是你呢 是我姑姑告诉我的 今天回去后呢 我把遇到你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然后他告诉我 你缺少一样东西 你姑姑又怎么知道的 他一直天狐 能理解这些东西吗 你可别瞧不起人 我们天狐一族 其实是最具有灵性的 小狐狸有些生气地说 而且我姑姑通晓古今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哦 还是一只博雪的天狐啊 那你告诉我 他说了什么 他说之所以不成功 那是因为你少了一样东西 少了什么东西 再提 再提 叶好轩的眉头皱了皱 什么再提 万物有道 龙岩之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宝物 但事实上 它是孕育万物的灵魂 想要将其练化 需要再提才行 你想把他所有的力量给吸取出来 但是又不给他安一个家 试问这样怎么能行呢 原来是这样 叶好轩这才恍然大悟 之前想不通的地方也在这里想通了 他站起来 谢谢你小狐狸 之前我没有想通的地方 终于想通了 真的是太谢谢你 看来我这些酒没有白让你喝呀 喂 我有名字的 我叫六伟 你别这样叫我 好歹我也是帮了你一把的人 你不能这样叫我 好好好 我不这样叫你 以后都叫你六伟 谢谢你啊 我总算是明白输在什么地方了 我现在得找点再提才行 不用找了 我给你带来了 六伟取出了一截空墓 交给了叶好轩 这是 万物之疼吗 叶好轩吃了一惊 这些东西在地球上可不好找了 除非到远古世界里 没错 万物之疼 也可以称作万物之骨 这东西 可以作为断肢再续的材料 也可以作为万物的载体 将龙烟之心练了之后 可以让神力附在它上面 成为龙烟破 到时候你想做的 自然就做到了 明白 一切都明白了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我这么多天来的难题 终于解了 行了 不打扰你了 赶紧去忙你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些天 你应该挺辛苦的 好 谢谢你 叶好轩点头 然后接过了六位手里的万物之疼 转过身去忙活去了 这一忙活就是一夜 东方露出了微微的鱼肚白的时候 叶好轩手里多出了一件 类似于令牌式的东西 这便是龙烟之心练化之后的形状 可负于人体 与人魂魄合为一体 可以拥有无上的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